第三句话说 Readers happily accepted the fact that an obscure main servant was really the hero's mother 读者们非常乐于 happily就是willingly 乐意的意思 乐意接受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后面大家从句到句末当然是同意从句了 这很简单 就an obscure obscure咱们说了 默默无闻的不为人知的 main servant这个在词乎中讲过 是女佣人 女仆人 一个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女佣人 原来其实就是主人公的母亲 后面这个hero不能拍成英雄的母亲 这个hero表示小说或电影中的主人公 尤其是男主人公 主人公的母亲 原来是女佣人 我们到后来发现是主人公的母亲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可能回忆起来 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雷雨的片段 你是凭 你凭什么打我 一开始认出凭是鲁士凭 有这片段跟他很类似 好 他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更复杂一些 A long lost brother who was presumed dead was really alive all the time and weakly plotting to bring about the hero's temple 他说一个长期失去音讯的兄弟 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结果其实一直都活着 并且还非常邪恶地 想暗算主人公 咱们这个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看看他的语法结构的分析 A long lost brother 这是一个第一个并乐句的主语 因为中间还是and连接两个并乐句 然后在主语后面有个非性能性对于重句 来补充说明 这个长期失去音讯的可以叫long lost 怎么样呢 这个人呢被估计已经死了 be presumed dead 咱们讲过是固定搭配 被认为已经死了 其实一直都活着 all the time的一直的 这个alive在这一般做表语了 他很少做前置定语 活着的 and 引出第二个并乐句 主语一样 还是这个long lost brother 所以第二个并乐句主语就不用再说了 weekly是邪恶地缺德的 plot to do 在这里面还是这个密谋了 密密谋划去做坏事 为什么这么plotting呢 其实还是未遗动词 只不过呢 他前面的b动词被省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句子中 他未遗动词前面有遗动词was吧 其实呢第二句是 and was wickedly plotting to 还是一个进行词 并不是非遗动词 因为前面那个b动词被省略了 并列句中重复的主语 跟前面那个b动词都被去掉了 其实是was wickedly plotting brewell是带来或导致 主人公的downful就垮台了 密密非常恶毒的 要谋划导致主人公的垮台 其实就是密密的想 这个暗算主人公 就这个意思 好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看定语从具里面 词汇中讲过这个搭配 咱们就做复习 be presumed dead 或者be presumed innocent 就是被认为死了 或被认为是清白的 这是固定搭配 在本文中用的这个结构 我们不妨再复习复习 就这个句子 their nephew was missing presumed dead 他们的nephew 咱们一起见过 这侄子和外甥呢 失踪了 被认为已经死掉了 这种非微动词了 所以前面b动词没有了 非微动词了 好 再看一个当位一动词的 in english law an accused man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he's proved guilty 这跟我们词汇中看过的例句类似的 在英国的法律中 一个被指控的人 accus我们讲过 表示这个指责 或者指控都可以 在这当然是指控了 一个被指控的人呢 被假定是清白的 直到他被这个证明是有罪之前 这个都被假定是清白 无罪推定原则 这be presumed 后面尤其是跟dead和innocent 这样形容是固定搭配 本文中用的这个固定搭配 被认为已经死掉了 其实was really alive 其实一直都活着 这个alive用a开头的这个形容词 一般来说呢 他不能放在名词前 不能做前置定语 本文中做了表语是对的 就活着的 没有死掉的 活着 我们看27课也出现了 咱们复习下130页的第18行 130页的第18行 he may hunt beg when steal occasionally to keep himself alive 他可能什么 打猎 乞讨 或者偶尔偷东西 来让自己活下去 alive在这当兵鱼不足语 依然没有做前置定语 所以这个a开头形容词 一般不能放在名词前修饰 这是活着的 没有死掉的 跟它类似的 还有living这个词 一般也是这个 表示活着的 但这个词living 一般做前置定语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这个词living living 也是形容词 但不要读living 这个词一般做前置定语 放在名词前修饰 比如说all living things 所有的生物 还有living proof 咱们在35块见过 就活生生的证据 可以用它活着的 没有死掉的 所以做前置定语 咱们可以选用living 那么在其他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用alive这个词汇 living这个词 大家还记得 我们这个 在162页的第八行 见过 162页第八行 at such times justice act like a living force 在这些时候 这个正义行为表现得 好像一个活生生的 活着的力量一样 它本身好像跟人一样 它有活生生的力量 它本身就能做事情 这个living是活着的 跟它类似还有一个多语词 就是注意不要读live 读成live那是动词 叫生活活着 但是我们在这当形容词来用 要注意这么读 当成那边live live 这个词是多语词 它本身也可以表示活着的 它如果表示活着的 跟living类似 一般是做前置定语 放到名词前来修饰它 放到名词前 比如说 experiments on live animals 活体动物实验 这个live 注意发音 不要读live 这是当前置定语来用 但是它表示 其他的含义呢 位置就灵活了 就不见得是前置定语了 比如说它可以表示 现场的 甚至表示带电的 有电的 表示带电的 这个意思 咱们18颗结果 比如说 be transmitted life 这表示现场直播 这个transmit 咱们在以前 就18颗的那个imit 这生词里面 讲的imit是讲过 叫传播 或者传输 什么信号啊 或传播疾病 都可以用它 这个live叫现场的 在这 是现场直播 再比如说 Is the one live 这是做表语来 这个电线有电没有呢 带电的 有电的 也用它 但是这个live 表示活着的 一般是做前置等语 比较常见一些 好 再回到 这个 这个 聚众 那其实一直都活 old time 一直都活着 并且怎么样 and weekly plotting 非常邪恶的 我说了 and后面少了的was and was weekly plotting 就是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 只不过前面就出现was 所以后面的动词 被去掉了 那么plot to do 词文中说了 是秘密谋划 去做模式 plot to do 可以换成scheme to do 都行 and weekly scheming to 这个也行 可以把后面的e去掉 scheme to do 也行 但是不能换成conspiring 因为老师讲了 conspire 就动词原型 是c-o-n-s-p-i-r-e 那个一般是 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密谋 或合谋 本文中的就一个人 他跟谁就合谋去 所以是不行的 他的主意 至少两个人以上 这个才行 好 在词后中讲过 这个plot 不但可以当动词来用 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可以表示阴谋诡计 或者是电影中的情节 咱们看一些例子 a plot to assassinate the president 一个刺杀暗杀总统的 一个阴谋 assassin表示 这个assassinate 表示刺杀或暗杀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assassin 把at去掉 就是刺客 这个同样 表示阴谋诡计 还有它的一些 类似的名词 你像刚才说scheme 当名词 还是阴谋诡计 偏写一样 还有一个四侧里 会出现词 叫intrig 中音在前面 也是阴谋 还有刚才conspire 别的名词conspiracy 也是阴谋诡计 但这个词 一般强调合谋 就行了 这是几个名词形式 我们分别大声 再读一下 plot scheme intrig conspiracy 表示阴谋 你看scheme和intrig 这两词 长短差不太多 所以这两词 经常放在一块用 就是schemes and intrigues 就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阴谋诡计 阴谋就是诡计 诡计就是阴谋 一样啊 你看毛主席说这句话 翻译成英语 All the imperialist schemes and intrigues are doomed to failure 所有帝国主义的 阴谋诡计 注定会失败 这个帝国主义的 叫imperialist 当然做的名词 可以表示帝国主义者 形容词帝国主义的 阴谋诡计 注定be doomed 会失败 也可以用 好 再回到文章中 他说怎么样呢 正在秘密的 邪恶的谋划在什么 bring but 带来导致史发生吗 什么呢 the hero's downfall downfall就垮台了 这后文翻译的好 就是暗算主义公 密谋要暗算主义公 这个downfall呢 有两个意思 都很常见 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垮台 就是fall from a position of prosperity or power 从一个比较 什么繁荣啊 有钱或者是有权力的 这个地位上掉下来了 就是垮台了 这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greed led to his downfall greed是贪婪 贪婪导致了他的垮台 可以什么来用 但是还有第二个常见意思 就downfall表示什么呢 表示thing that causes this 就是引起垮台的这个事情 引起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用downfall 引起垮台的原因 这个我们看 同样看一个例子 his vanity was his downfall vanity就虚荣 他的虚荣性是他垮台的原因 不能翻译成 他的虚荣性是他的垮台了 跟第一个意思不一样 叫垮台的原因 本文中显然是第一个意思 但是downfall表示 第二个意思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替换 在三册中也有 就是垮台的原因 我们读一下这词 undewing undewing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垮台的成音或原因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team's weak defense was their undewing 这个队伍或这个球队呢 他非常弱的防守 是他们失败垮台的原因 对吧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我们在第228页 第29行到第30行也出现了 228页 29到30行 That true to be my undoing For I soon got back to my old bad habit of dosing up in front of the screen 这被证明是我失败垮台的原因 因为我很快呢 就滑到了以前的那些旧习惯 就坏习惯 在屏幕前面会打嘴睡着了 是某人失败垮台的原因 这个名词用undewing 类似于那个downfall 这个可以同时记 作者举了两个字 我们说等等等等的 还有很多 布衣尔族有很多 and so on 是个习语叫等等 这个在作文中有得多 还有好几个 跟他类似的叫 比如说and so forth 还有and like and would not 都可以变成等等 还有一个来自拉丁文的 etc 这个搭配也行 etc一点 也可以变成等等等等 这个在咱们第33个讲过 是复习 我们再读一遍就好了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the like and whatnot etc etc 读慢了是etc 我们缩写etc一点就行了 但不要读etc 要读etc etc就好了 等等 举了很多例子 他说 19世纪的读者 一看就信了 但是怎么样呢 后面说 modernists will find such naive solutions totally unacceptable 这个当代读者可能觉得 这种天真的结局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同样看个语法成文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干结构 这个后面这个find 是一个中性的微动词 后面那个 such naive solutions 是宾语 后面那个totally unacceptable 是宾语补足语 所以中心动词 加宾语 后面就下了宾语补足语 为什么把它标注出来呢 搞不好同学 在这又用成了宾语从句 find that such naive solutions ware 或者are totally acceptable 用宾语从句就啰嗦了 能用宾语加宾语补足语 就没有必要用宾语从句了 是这么一个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我们先看一看 后面一些词汇的替换吧 后面那个 unacceptable 这个词难以接受的 难以接受的 就是这种事情 难以置信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就相当于 第四行开头的 improbable 不大可能的 会觉得这种事 不大可能 可以替换吧 这明显是为了 跟第四行 这开头这词 和避免重复 还有像第九行最后的 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 他会觉得这种事 难以置信呢 还可以用 我们其他一些词 比如说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的 还可以用什么 inconceivable 很难以置信的 难以想象的 是一个荒谬的 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 unconvincing 都可以 还有一个荒谬的 preposterous 都可以 在本文中这些词 都可以提供 我们大声读一下 不大可能的 improbable 难以置信的 incredible 还是难以置信的 unbelievable 这个一个是I in 一个是I in 没有办法 背下来就行了 还有很难想象的 inconceivable 还有没有说服力的 unconvincing 还有荒谬的 preposterous 这些词本文中 都可以替换 因为作者做了替换 我们有更多替换 用的再多 也不怕重复 但是本文中 特别重要的是 宾语加宾语补足语 这样一个成分 大家翻译的这个词 经常可以加宾语 加宾语补足语 就不用加宾语从语了 熟练的用宾语补足语 可以是句的简洁 复合句语的简洁 比如说看例子 中国学生会觉得 这么简单的考试 是完全无法相信的 这个觉得 我们可以用find这个词 它未必是发现 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 Chinese students would find such easy examinations totally incredible 会觉得这么简单的考试 是怎么样呢 那个是就不用说了 直接并不完全不能相信 对吧 就好了 这个我们再看 这个prove好像也能加类似搭配 我们先复习 就是在32颗150页的第10到第11行 32颗的150页 第10到第11行 我们大概看一看 咱复习 尽管这些船员们一开始还以为呢 还以为他们讲过 这个沉船被找到了 但是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都错了 prove加笔语 them wrong 是笔语不足以 就不用说prove that they were wrong 用不着了 咱们再复习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个句子咱们造过 证明用prove担心 worries 多余unnecessary 是不是可以说the facts proved their worries 直接加笔语不足以 unnecessary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再比如说事实证明 他的指责是毫无依据的 咱们复习 事实依然可以说the facts 证明proved 他的指责he's acquisition 怎么样呢 totally groundless grounded就没依据的 就没有大地支撑 没依据的 你看这个prove也可以加笔语 加笔语不足 再复习 我们看这在这个在当时的这个 第23课里边 就归有所爱 114页的第二行到第三行 consider这个词也是这么用的 如果你住在地中海地区 比方说 你就会怎么样呢 把章鱼看得是美味佳肴 consider出现动词 后面octopus是宾鱼 后面这个邪地字 宾鱼不足鱼 咱们再复习这句话 如果您住在北京 你就会把豆汁当作一道美味佳肴 这个句子咱们造过 再复习 把这几个总结到一块 这是虚拟区 if you一般过程是 lived in Beijing 就好了 you怎么样呢 would虚拟区吗 consider豆汁 great delicacy 就好了 对吧 我们再复习这个句子 如果你住在中国东北 就会非常喜欢滑冰 就把滑冰当作是一个巨大乐趣 就好了 这句话咱们也造过 东北叫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叫北东 if you虚拟区 lived in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怎么样呢 主句还是用物的虚拟 you would consider skating a great pleasure 把滑冰看到是一个巨大的乐趣 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几个 总结起来咱们讲过的 动词加滨语 直加滨补 就不用在动词后面加滨语送句了 比较简洁 好 下句话说 yet in real life circumdances do sometimes conspire to bring about coincidences which anyone but a knight in central novelist would find incredible 这句话还是比较长 咱们先看语法成本分析 yet 这这个表示转折的副词 然而 in real life 这可以表示在现实中中 依然借此等于做壮语 然后呢 这个白颜色的后面没有下号线的部分 这是句子的主句结构 就是周围的情况环境 的的确确有的时候 会凑到一块 会导致很多巧合事件 这个do表示 的的确确 这强调肯定是加强语气了 那么conspire to do 咱们说过 本来表示合谋 派上很多事凑到一块 导致个不愉快的结果 会导致巧合什么巧合 后面黄焉色是定义从去修饰巧合 这里面说 which anyone 任何人 后面这个戒词呢 but a knight in central novelist 这个but是除了什么之外 是个戒词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后制定义来修饰这个anyone 就除了十九世纪小诗家之外 的任何人怎么样呢 都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 就好了 好 咱们看看下面这句话的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in real life 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时候咱们写作中 也能换成in the real world 但这个必须加的 没有办法 当习语背下来就好了 大声在读面 in real life in the real world 在现实生活 在现实世界中 这个搭配可以替换 好 那怎么样呢 circumstances 表示情形情况状况 周遭的这个情况 circumstances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它的搭配呢 非常多 还有一个我们说 绝不要做模式的搭配 咱们以前见过 就讲那个 不分道庄时说过 对吧 under no circumstances 就绝不要做模式 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大家放在去手 注意后面这个should 是不分道庄 情态动词放到前面去了 你都不要接近那个人 叫under no circumstances 注意用复述 注意用复述 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由于出现了 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 就是天下雨了 这没办法 对吧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control 由于出现了 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些情况 注意这个词 习惯用复述 我们再读一下 仅仅后面轻读 但这a还是翻at 大声里面 circumstances 再来一遍 circumstances 好 这些黄颜色的固定搭配 咱们给同时记录 那么后面那个do 是的确确实加强语气 有时候conspire to 这是我们说了 凑在一块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 似乎讲过 再次做复习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吧 falling demand and high interest rates have conspired to produce a big drop in profits 也是很多事凑在一块 导致一个不愉快的结果 就好像很多人在合谋一样 比如说呢 这个下降的需求 还有高的这个利率 那么凑在一块 结果呢 导致了我们利润的一个 大幅的下降 也很多事凑在一块 导致什么结果 本文中也是这个用法 它是合谋的一个派声音 本文中 bring demand还是导致 coincidence的巧合 什么巧合呢 后面定义层就 which anyone but 这个but表示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在这呢 是当一个介词来用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咱们注意这个翻译 but在这不能翻译但是的 但是它是廉词 在这是介词 我们看例子 nobody but robert would do such a thing 除了罗伯特 你看这介词吧 没有任何人会做这种事 对吧 再边说 who but fool would do such a thing 除了傻瓜之外 有谁会做这种事呢 这个but叫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但是有些搭配的翻译呢 容易翻译错 咱们看些例子 his house is the last but one in the street 他的房子怎么样 他的房子在这个大街上 哪个位置 the last but one 倒数第二间这个位置 就是除了一个之外的最后一个 不是倒数第二吗 the last but one 固定搭配可以背起来 除了一个之后 除了一个之外的最后一个 倒数第二个 加上那个呢 那就倒数第二个 再比如说 take the next turning but one on your left 我的直路了 你呀 在哪个地方左拐 在你左手边第二个路口 左拐 什么意思呢 除了一个之外的下一个地方 那就是第二个吗 在左手边第二个路口 向左拐 就好了 这个注意这个but 他有时候有些特殊的翻译 那么but放在不定代词后 还有一些特殊的含义 咱们顺便可以记一记 比如nothing but nothing but 一般相当only这个词 相当only 在后面呢 一般呢 可以加名词比较常见一些 he's nothing but a thief 这人只不过是个贼 不能说除了贼之外都不是 表示他只不过是个贼而已 一般是修饰名词的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 anything but 这个一般翻译成一点也不 not at all 也是不定代词后面加but 注意这个特殊的翻译 表示一点也不 他的后面一般加名词 或者加形容词比较常见 anything but 后面加名词形容词 我们看例子 he's anything but a hero 这个人绝对不是个英雄 再比如说 he's anything but stupid 后面可以加形容词了 注意这个anything but 这个but不再是借词了 直接放在一块当短语 相当于not at all 他一点都不傻 你还说他啥呢 他一点都不傻 还有一个 就是all 后面叫but 注意all but放在一块 相当于负词 almost 注意依然在这里but 不再是一个戒词了 他放在一块 相当于almost 这个负词 修饰形容词负词和动词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注意它这本身是负词短语了 比如说 Britain's coal industry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你看这个相当于almost 他修饰动词了 英国的这个煤炭液几乎呢 已经消失了 就是当时那个戊敦雾霾没有了 他不用煤了 现在 还有呢 his left arm was all but useless 他的左胳膊几乎已经废了 几乎没用了 注意这个but 当然不是借词了 all but放在一块 相当于almost 所以在这修饰形容词 不词或者动词 好 这是but的几个特殊含义 还有一个 咱们不妨总结到一块 这个but 后面有时候可以加动词不定是 就除了做某事之外 这个时候有一个讨厌的东西 就是究竟是but do 还是but to do 该怎么办 什么时候加to 什么时候不加 咱们做句子对比 这个有规律吗 有规律 一般来说 but表示除了做某事之外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的时候 如果前面出现了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这个to 一般就不写了 如果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 那么后面必须是but to do 必须是十一动词 不是住动词 我们看这个例子 We have nothing to do but wait here 除了等 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nothing to do 这个do是十一动词 后面就不用说but to wait to可以省略 但如果前面没有do呢 这to一定要加上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wait here 其实意思一样 我们除了等待之外 别无选择 但前面没有出现十一动词do 当然有可能是do dust did done 都有可能 实态是没关系的 但是只要没有出现这个do dust 这样的词 后面老老实实用to do 我说do是十一动词 就表示确切含义的这个do 之所以这个but非常之灵活 咱们可以同时把它 放在一块记一记 那么他说 很多情况确实有时候会凑在一块 导致巧合事件 什么巧合事件 除了19世纪的小家之外 任何人可能都会觉得呢 难以相信 would find incredible 这would还是一个推测的语气 恐怕 我们认为可能是会觉得难以相信 好 这句话比较重要 咱们看能不能把它复述一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的一些circumbrances 确实有时候会凑在一块导致巧合 什么巧合呢 就除了19世纪小家之外 任何人可能都会觉得难以相信 咱们付出一遍 yet in real life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情况 circumbrances 的确 do 有时候错的一块 sometimes conspire to 导致 bring about 一些巧合 coincidences 什么巧合呢 which anyone but a 19th century novelist would find incredible 这个我们把它不带中段 从头再来变 yet in real life circumbrances do sometimes conspire to bring about coincidences which anyone but a 19th century novelist would find incredible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咱们复述完半天 造个句子吧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确实很多情况 会凑在一块 导致一连串的大灾难 而这件事情除了受害者之外 可能谁也不会相信 怎么会那么巧合的事呢 但有时就这么巧 一连串的大灾难 可以用a series of 大灾难 咱们在33个建国 catastrophes 受害者和就victim 咱们复述一遍啊 在现实生活中 背一遍 in real life 对吧 然后情况 circumbrances 的确会 do sometimes conspire to 导致了吗 bring about a series of catastrophes 怎么样呢 在古代人呢 已经很少相信这种巧合的奇迹了 尽管在古代人很容易上当 但第二段作者说 当代也有一些奇迹 这些奇迹比小说 好像更离奇 第二段更精彩 那我们一会儿再看第二段 第一段跟老师先修到这儿 希望大家好好的复兴 希望大家好好的复兴